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呢是这样子微信群那边的话有呃观众在问 然后说有没有办法不用vinyl的这个pain这个模式这个我应该以前有讲过的等会我再演示一遍 那不用这个的模式然后去生成一个草图那今天就做这个视频来直接演示一下 因为微信群去讲的话这个流程还挺长的就即使现在是可能几分钟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首先这样子 我先随便开个文件吧然后这个呢我就打开个pain模式 然后呢看一下他要多久时间然后才能你看无法回应了 那这里先放一遍我卖个关子先放一遍 然后呢这时候下来呃你们看到对呃我这里有这样子一个模型 然后呢隐藏一下你们能看到一个小球 那基本上呢就这样子一个模型那已经分好图层了 那随时都可以放到keyshow里面上色了 那平常呢我们是这样子点一个pain 那你看一个子的背面然后呢 再加一条这个的一个线 那这个线你看到其实他手绘其实还是挺ok的如果线条再多一点 其实这个效果还是 呃挺好的 那像但是这个形有点太简念了那可能手绘效果也不是很够好 但是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去出一个手绘 那现在呢我就用一个keyshow然后呢给你们去 去做一遍那keyshow的话是这样 那那记得 Wino是set sonorous y那用Wino的时候记得是选好这个因为我是两套互互相混着用的 所以说经常会搞乱啊即使现在也是啊 好那导进来一个 呃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就是一个 这个文件嘛 然后呢我们再下来是这样我我先放个 颜色吧我先fuel个颜色上去 然后这时候再上一个metal吧我随便上吧这个就无所谓了 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平常可能就project 然后再给他一个白底 那有些人喜欢不喜欢加阴影为什么呢 阴影要p嘛浪费时间嘛难嘛对吧 呃这个都懂的啊 偷工减料 啊反正外行人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了除非是真的有美感的就除非是真的就很极致的那再把这印给p一下这样子 好那个题外话讲完我们回来 其实就很简单我们选这个tune tune material 好tune material是怎么样呢 那我先能进去给你们看一下 一人对其实炒灰就算是直接出来了然后再另外一个材料 哎你发现了他会弹出一个就是已经有 别的一个部分就别的一个session就一个 涂层或者是说别的部件再用这个材料了 那你是不是需要连接这个材料那其实我个人是建议不连接 那这个勾勾你们看自己打不打勾了那我通常是不打因为我用的软件比较多 那像这些的话我尽量会 留着因为 怕有时候设定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自己忘了这个是我之前常见的事 好那这时候你们看 呃这个是outline black 不如就是说这个黑线就这个外框是什么颜色 那这个其实这一排其实后面的都不用去管 那即使这个这个也是black 那其实你看这个material有人看到 他是上来就能直接出阴影的 那其实像我这些你们都 我都不见你们去碰那 只要碰可能就一个黑色填个黑嘛 然后就这个那就够了 然后再下来了对我这个 这个潮出来了那很多人觉得觉得说啊我这里好像上就差不多了吧 对 然后呢再下来如果我们再深化一个要怎么去做那这也就是一个重点了 好那比如说我double kick 那我刚刚这也分了两个图层吗对吧 两个图层以后我double kick上面这个那自然是上面这部分的一个材料 那如果你 呃十几件零件那可能要你辛苦一点了 那我们先这样子 我们刚刚是一个fuel的一个蓝色对吧 那我们这次给他个蓝色 那这个蓝色就看你们了我那然后我个人觉得我这个蓝色就有点实 我要换一个虚点偏透明的对 那这个比较会像sketchbook那样子比较一个 手绘的一个颜色 比较偏粉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金属色的金属色就 可能真的没办法 金属色 你只能可能是说我这里弄一个比较灰 比较灰的颜色 然后呢在这里再披掉那个白光 那再披掉黑光然后 用索绘这个方式就用ps来打就 好 那这时候颜色可能我们也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这个 啊 Counter Rift Counter Rift的话是这样子 线的粗度 我拉粗一点给你们看你看 下面这个键 那刚刚好像是零点我们我们会去一下零点五这个可能不明显 我们回来上面这个图层 上面这个图层的时候我们在拉 哎你看到对这个非常的粗你有没有发现了吧 然后再下来有些没必要我就直接跳过了 啊 这一个 啊 shadows jump 你看我拉一下 哎有没有发现很像刚刚那个材质对这个 阴影他直接就出来了 那这个整体的话怎么去 调整是这样子去调整但是 整个效果你需要去练那方法是这样子还是需要一定的训练量 才能练出说啊人家 pinterest上面的那个那么专业的一个效果 当然人家可能是用sketchbook画的 好然后再下来这个transparent 我刚刚有讲过前面有个小球你看到透明了那看到里面的那个小球 这个透明度要多少你自己去订 然后基本上呢就是 啊 这样子了那其他的就没有多少了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所谓效果那你说要有一个笔触那个 可能真的是没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毕竟是商定文件 那比如说上面的话可能你要练两张图 一张的话 一张的话就是可能是先把这些一样换成那个 啊 这个这样子我回去一下 然后 我重新再fill一遍整个material吧好吧 那可能是说我需要再这样子我重新再 那有这样子一张图像然后刚刚那个的话你先练了然后再练一张这样子的 然后你用ps把这两个给重合一下 然后再把我现在这个画面这个线稿给他那个变成那个高丝模糊吗 然后把它打模糊了打模糊以后然后虚化然后就通过ps来把它完成 好那就这就是一个做所谓的方法 那这时候了我们先不用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文件因为需要这样子 那你看到我用我这个这么多面的一个文件然后你看 还是没有完成 那这时候我们 放到key shot里面给你们展现一下即使多面的 就面很多的你在key shot里面是怎么样的 那可能 我们读取那需要一点时间但是 肯定是不会那个比肯定怎么讲比万五块的这个你可以放弃因为他是渲染器 他不是3D就是他毕竟 运算的一个部分没有3D软件那么多 好那这时候下来了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我一直拖嘛拖拖拖然后no 然后再 再no 再下来了这里就刚刚讲到了一个黑黑的 我给他feel成一个黑色 然后再下来了再给他填一个颜色 那当然 no 那你说啊我懒了我直接用个现成节目性行也没问题 这个然后再下一再填那就基本上录看你那个文件有多少了 然后我这时候给他再feel个颜色 对吧 feel个颜色呢可能这个我再给他弄个红色 红色红色 那我再弄个红色吧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比较像一个手绘的颜色 然后可能我这一次我再加个lighting我用我这种porder的一个lighting 那这个的话那用这个环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说 没有那个噪点 那如果你用basic的话你看到黑色的这些会有以前 老版本的会常见有一个噪点的一个问题啊现在可能是很少了那当然我们再用勾吧 然后那你看这个我们一个简单的手绘就完成了那阴影这个下面这个的话就 呃没办法了这这个的话可能是你只能说把它关掉然后阴影这个 shadow 那这个关掉那就基本上就是ok了就这样子了 但是我们能局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我们这里上面这个胡子我比如说我把他这个加这个阴影 shadowshadowstrump 那其实如果我这个不明显那如果我再拉明显一点 其实 在那个 阴影上其实在 如果是文件不会那么复杂的时候他下面红色这个他也是会有一个阴影的就是 他还是有那个环境的那个影响的 然后 环境的那个影响的话对environment shadow会有这个因为你勾上了 然后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那个现在效果不是很明显那通常最好是勾上这个 environment shadow就环境环境环境的影子 就是中文我不太确定这样子因为我学的是那个英文版啊 好 那基本上呢就是 这样子的 然后啊 这时候再回来看 对这个还没有完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能把它强行关掉 那关闭 那基本上就是 这样子 然后这边所以说这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快速而且是方便的一套方法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有什么的可以那个叫微信 然后叫我到那个我把你拿到微信群 然后大家交流 也可以呢就是那个 你留言问我也行啊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